大S离婚一百多天后 8号又传出光束结婚 对象是20多年前曾交往过的 韩国男团酷龙的光头成员 聚军夜 两人分隔台湾韩国两地 重新连结到结婚都还没见过面 去韩国媒体报道 聚军夜会光束求婚的原因 是因为疫情关系 必须要是亲属才能来台 因为太想见到大S 所以他主动开口求婚 没想到大S直接答应 他也透露我们都是熟视彼此的人 中间也不需要特别再见面 所以已经在韩国登记结婚 而小S之前就有透露 姐姐离婚后状态非常好 如今又传出好消息 他也透过经纪人表示 当然祝福姐姐 而其他则是低调不便回应 大S也向苹果新闻网表示 不会再办婚礼 也不会再生小孩 家人和孩子知道这件事 也都觉得很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